八地菩萨 你好好的修 到八地菩萨 那个定功啊 你就看到了 八地以下 我们现在一地也也没有啊 我们现在完全是在经教 听佛菩萨说的 有这么回事就 那佛法呢 佛法你知道之后 你要正的 你要清正 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正的 在菩提树下 叶独明心大车大悟 正的 在中国会能大是正的 不容易 他那一年二十四岁 怎么正得的呢 就张家大师这样的放下 所以大师 真是应激失教 非常高明 他没有把这个东西讲给我 这讲给我听的时候 我跟佛法语言就断掉了 为什么呢 做不到啊 这哪能做到啊 所以他含糊讲 我也就胡能吞早就听 这样就被他引诱 进入这个轨道了 几十年之后 越深入 这是经教上越明了 这样子就搞明白了 所以我们这个悟 解悟 理解 慧能大师的悟是正悟 正悟有受用 理解有没有受用 理解受用有 理解之后 你就有信心 信心坚定 愿力坚固 怎么欺辱呢 再放下了 所以你不要害怕了 没有 减心之情 我们讲的 你的聪明智慧 佛报 是你修的 因为你有的是修的 他不是自信 你修的是什么 有些 你布施的多 财布施多 你得的财富大 得大富 发布施多 你聪明智慧高 不圆满 如果见性了 一样样都圆满 为什么呢 是心里都流出来的 没有素量的 只是 这个话讲是真的不是假的 无量无病 无素无尽 佛哪能说假话呢 我们现在从理论上 肯定 佛所讲的 完全正确 为什么呢 整个宇宙 是自信变现的 自己自信变现的 不是别人 现在 我的 我 我 我 an 来